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对这个 从这个佩洛西这个访问 亚洲访问来说的话呢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政治 军事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但实际上这个佩洛西这个访问呢 实际上让中国 后来军演 让中国的很多企业 中国企业 中国股票有很大的动荡滑落 其他国家 西方国家好像没有什么访问直接的动荡 但是整个欧美的股票呢 最近一段时间呢 确实是由于通货膨胀 和整个全球这种经济衰退的压力 由这些呢 是有一些动荡 所以现在有很大的那个 向下的那个修正 当然这个佩洛西访问台湾呢 它是涉及到海海的问题 然后那个亚洲地区 区域性的稳定的核权的问题 中共呢 它会不会大卖美债来报复 这个恐怕中共现在好像是 现在已经就是说 在这之前其实就开始就是说 在抛售美债 这个美债现在好像 我记得上个月 第一次降到了这个一万亿美元之下 这个原因呢 我倒不完全是为了这个报复 谈不上是报复 首先呢 就是说买美债 买共买美债对中共是有好处的 我想这个 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 就是说中共呢 当然它通过这个外汇粗糙 外汇盈余呢 赚了很多外汇 那这些外汇它拿的手里就是现金 它是不会生钱的 那如果它用这个钱呢 这个钱当然都很大量 对吧 几千亿 三万亿 它也不敢 作为国家的财产 它也不敢 轻易地投入股票市场 或者其他那种投资 那最安全的 有保障的呢 就是美国国债 当然美国国债虽然利率很低的 义偶的利息很低 但是它实际上是安全的 稳定的 就是它这个投资 买了国家 就是说 持有这个的时候呢 就是一种投资的决定 那现在开始 它实际上从中美贸易战呢 过去几年来已经开始 逐渐地降低了它持有的美债 现在实际上是 刚刚不到一万亿美元 实际上美国国债的绝大部分 其实都是在这个美国民众手中拥有的 是美国民众自己买的国债 通过他们的退休基金啊 各种各样的共同基金啊 来购买的国债 所以中共其实没有什么 以前还说中共可以用这个国债来作为一种武器 金融武器 它其实打不起来 那现在它卖呢 卖美债也谈不上报复美国 因为它卖美债的时候呢 美债它买的嘛 它现在没有到期 那就是美国的债券市场 美债的债券市场 这个高达几万亿美元 几十万亿美元 所以中国这个卖一个不到一万亿 就是全卖了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那只是呢 中共很可能是出于这个 有两个考虑至少 一个是呢 它可能现金紧缺了 缺现金的 大家卖美债 另外一个呢 它担心就是台海问题 或者是跟这个俄战争问题 或者未来中共 中国和美国可能的冲突来减少风险 所以抛售美债 应该是这个原因 另外我看有媒体报导说呢 就是说是 佩洛西访台这件事呢 可能还加速美中的这个脱钩 您怎么看 我想会的 首先这个佩洛西访台呢 我认为它这个后续的冲击 可能还没有完全展开 没有完全实现 这个余波 余波应该说是余波未平 首先我们看到中共马上就是采取了这种军事演习的这个威胁报复措施 我倒是认为 我其实今天在另外一个媒体采访也看到这一点 就是我认为中共很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 未来今年 明年 它会采取一种不是低烈度的军事行动 比如说它知道它打不过美国 真的打起来的话 台湾也会给它重创 但是台湾和美国都不会这个先发制人 那中共如果采取低烈度的像什么 骚扰 封锁 包围 你比如说像现在这种举行演习的方法 或者中文在上几千艘上万艘渔船 或去往其他方式 那可能那个台湾和美国可能也不愿意就是 开动这个战争 但是它可以实施达到那个封锁台湾的目的 使台湾经济受到巨大的冲击 所以这个可能是更大的一些影响 其他的影响包括美台之间的关系 当然肯定是会加强 因为芯片法案还有台湾租界法 马上就要到来的台湾租界法 而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关系肯定会进一步降温 现在中共已经把那个有八项措施 制裁作施 制裁佩洛西 制裁那个停止了中美之间很多军事上的一些互动 切断了这些联系 所以这个甚至朝着这个 几乎是朝着这种降低外交关系 脱离外交关系的方向在发展 然后以后下面美国和中国 会更加出一种尖锐的对立的状态 那这种加速美中的脱戈 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对中国来说最大的影响是经济上 我想一个是安全军事和安全上 中共会正式成为美国的靶子 从美国的瞄准的目标 经济上那个中美脱钩呢 会加剧加快 不光是美国的企业 我们知道这个中营链上的世界 国际供应链上的其他国家的产业 企业公司呢 甚至制造业公司呢 都在离开中国 那一旦这个美中对峙加剧的话呢 这个脱钩那肯定也会加快 会加快 对中国经济来说 这个出境出口 尤其是美欧市场呢 是它的一个重要的支柱 所以对中国经济的打击也会非常的大 再加上现在中国经济中 那个房地产经济现在已经在破灭 所以呢 对中国来说 中共来说都是一些致命的 在经济上的顺势 那对美国有什么影响吗 你说这个脱钩啊 脱钩对美国来说呢 就是很多美国公司呢 需要寻找新的市场 然后新的那些供应商 有些产品可能担心很难摆脱 这个可能找不到 在中国大陆之外 找不到其他的供货商 会有这种依赖性 但是他们会找 可能会导致有一些产品呢 可能会紧缺一点 或者涨价 或者可能花一段时间 再从其他国家 其他这个找到 对其他来说呢 我想就可能 美国现在实际上 已经在处在这个脱钩状态 经济上在脱钩 我们看到这个 你不要去沃尔玛去买东西 就非常明显 现在在沃尔玛看的东西呢 同样的东西都是越南啊 印度啊 巴基斯坦 其他各国也制造的 而十年前的话呢 几乎都是这个中国制造的 所以这个呢 这些消费的产品对美 在美国的那个 已经有了这种非常明显的变化 但是中共还是希望 就是能够得到美国的技术 计算机、通讯、电脑这些技术 我想这个 这个就看这个 只要还没有到这种正式的对抗和冲突 军事冲突的话呢 这些贸易还会有 贸易应该是会有的 但是那个中共可以就是说 在占美国的便宜的话呢 这可能也可能越来越困难 尤其是这个 下面中期选举 马上去选中期选举 这些保守党的 共和党的这些 反这个支持川普路线的人 一上台的话呢 美国国会可能也对 也会对此有所那个 有所相应 嗯 那是不是这种加速的脱钩 是不是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大于对美国的负面影响 那当然 那是当然 一定是这样 首先那个 美国对中国大陆 中国中国 中国这个产品的需求的话呢 或者依赖呢 可以从其他国家得到 可以从国家的满足 比如说 虽然可能会花一点时间 这个供应链的转移 和在其他国家建立 会稍稍花一点时间 但是那个 中国对美国的那个 的依赖 这个是不可替代的 尤其是美国的资金啊 美国的外贸盈余 美国的技术 这些是没法替代的 所以对中共打击是最大的 嗯 另外我看大陆媒体 还引用海外的报道说呢 就是中共的这种威胁 反制措施啊 可能会影响芯片行业 就提到就是台湾的 这个芯片供应啊 可能会面临着什么中断呀 这样的一个前景 另外就是中共呢 是暂停了天然沙 对台湾的这种出口 据说呢 这个是对芯片 是一个必备的一个东西啊 就是您怎么看 呃 首先这个天然沙 这个 当然中国大陆在给台湾 提供这个天然沙 作为这个芯片 那个硅啊 材质 这种材质 实际上是很容易找到替代的 替代产品 替代国家的 就是说 可能价格呢 会稍高一点 或者会需要一些时间 这个不是什么卡帛这个东西 这个世界上 我们的地球上 这个 最丰富的 这个金属的话呢 可能就是硅 其实就是 Silicon Silicon 所以呢 所以这个 不会影响 台湾芯片的制造 因为这个硅 作为一个单金硅 硅 产品本身 它是一个 找这个 供应链上游 最低级的一个产品 不太会影响 但是海中共 如果实行一些反制裁措施的话呢 当然对于双方都很 和台湾 甚至美国都会有影响 甚至和韩国都会有些影响 因为确实是这个 像这种 韩国和台积电呢 它有很多相当大的分额的出口呢 芯片出口都是去公共大陆的 中国大陆一些企业购买 这些芯片呢 用在手机啊 电器啊 各种各样的产品上面 汽车上面 所以如果中共反制的话呢 当然就是说 对台积电 对台湾企业 对韩国企业 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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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影响 但是中国自己的话 它如果得不到这些先进芯片呢 它的经济的影响呢 会更大 会更大 对中国来说 它可能那个手机行业啊 它的高铁 运转的高铁 飞机 所有的都会受到影响 那些没有什么替代 嗯 那中共这样的制裁 是不是反而制裁了自己呢 对啊 所以中共其实 当然知道这一点是 它是制裁了自己 所以中共实际上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那个 资本 没有什么资格能力去制裁美国的 对啊 就像这个 中共制裁佩洛西 佩洛西 佩洛西 不能够 不能够去中国旅行啦 或者是 但是佩洛西在中国也没有存款 也没有房子 也没有财产 对吧 如果美国想制裁中共的 的高管的话 那就很 那就那个 对中国他们打击就更大 他们那些 他们不能来美国 说他这些在美国也有些资产 有银行存款 有房地产 是这个 对 就是说 说的到底还是一种 这个想 依赖关系 谁更依赖谁 这个我想这个 全中国人都知道 美国人全世界都知道 这个中共呢 更依赖于美国 总这个 不光是这个 资金 资金技术 产品 市场 都是 嗯 另外大陆媒体在 说到这个芯片行业的时候 还特意说呢 是美国想吞并 这个 吞石吧 台积电 因为我知道前一段时间 是大陆的一个教授说 他们要夺回这个台积电啊 就是您怎么看 这个 这个显示很荒唐的一个 很荒唐的一个说法 你只要去看一看台积电的股东 大家去看一看台积电股东是谁 你只要知道 美国已经 你可以说 已经吞掉了台积电 或控制了 台积电 很多大股东呢 都是美国的公司 都是美国的公司 首先 他们忘掉一点 台积电是怎么产生的 当年这个 这个 台积电的创始人 张忠默先生呢 实际上是在美国 在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 然后呢 他加入了那个 应该是这个 德克萨斯德州乙气公司 然后从事芯片生产 然后呢 他后来呢 成功的 在美国做得很成功 又回到台湾去 受那个 受命的组建了台积电 台积电的成功的原因呢 就是他实际上是为这个 英特尔 跟美国的公司代工 来制作这个芯片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 非常非常成功的 巨大的一个企业 他甚至这个生产规模 超过了英特尔本身 但是呢 他里面的启动很多大股东 很多台积电的技术 包括他用的那个 荷兰阿斯曼尔的匡科基的技术 那些其实都是美国 美国不需要吞兵 如果美国就是说 要撤离美国的技术 不让台积电用美国的技术 那那个台积电马上就没法用作 美国是不是需要带来去台积电 当然需要 因为经过这次这些 COVID-19这个瘟疫的危机 还有这次台海危机 美国人都意识到 这个芯片对这个国家经济 对它的军事的作用 万一这个芯片供应中断 那会一定经济打击得非常大 所以现在美国呢 实际上要求台积电 把芯片制造呢 放在这里 这个就是中国大陆 所以我想吞台积电 但是是美国允许要求 台积电在美国生产 这样可以保证生电供应 台积电也很高兴 它因为在这生产 才能更好的接近美国市场 电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